吉安乡开办课语认证班 每年都有优异的表现 而今年中高级认证课语班 更是一花东唯一的一场 考试的结果出炉 这一次一共有48人通过了初中高级的认证 22号的上午 吉安乡长游淑珍特别公开表扬 感谢课语老师的指导 更肯定学员们的认真学习 吉安乡开办的课语认证班 今年度再传来好消息 初中高级认证总共有48个人通过 22号上午通过认证的学员们带着证书 开心的接受乡长游淑珍的表扬 因为本身就是客家人 可是因为从小学校禁止说方言 所以其实自己的母语 大部分都已经忘记怎么讲了 后来因为是跟老公结婚 老公也是客家人 跟婆婆交谈 我觉得就是说必须要让自己的母语 就是捡回来啦 所以就是因为同学有去参加客语认证嘛 那我就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方式 把自己的母语找回来 所以我觉得很开心能够通过 因为其实真的我本身也是客家人 然后我先生也是客家人 只是我们讲的方式不一样 他是四线我是海路 是因为家到婆家接触海四线的机会比较多 所以我就想说来学习考一下四线的那个认证 然后再加上我觉得母语真的是不能忘掉 然后我觉得借这个机会可以让小朋友都来参与 很多人来了解我们客语的文化 然后不要把这个传承流失了这样 因为自己是客家人 想要了解自己的语言 然后因为也已经遗忘太久了 平常没有在那么长障 才在使用 所以想要好好的来学习这样 吉安宣长游淑甄表示 相公所致力推广客家文化 不分族群都欢迎大家一起来学客语 今天是我们客家 这个中高级以及初级认证的颁奖 因为疫情关系我们缩小办理 但是呢针对这个通过的43位 也是我们花莲县 各乡镇市的人数之冠 尤其是中高级的认证 也在宜花东 也只有我们吉安相公所 来作为一个认证的研习的培训 所以今天非常开心 其实在我们的客语认证里面 很多都有很多的族群融合在里面 也有我们闽南人来参加 也有我们的新住民 甚至于是我们新住民第二代的孩子 都来参与其中 那这43位 可以说是我们今天特别的邀请来 来作为一个颁奖典礼 我们希望未来我们的客语认证的班级 也能够再一次的来邀约更多的乡亲 也诚如刚刚所说 非客家人也可以来一起参与我们的学习 跟认证的这样的一个课程活动 通过认证的学员们都拿着证书 再接受乡长赠送的礼物 并且开心的和所有的学员一起合以留念 认真努力获得好成绩 大家都是大丰收 介绍一会全箱报道